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信息 本传讯包含仙女座星系DNA激活 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联系 你们一直在向更多的银河系能量敞开自己 这些能量正在涌入为你们服务并支持你们的扬生之旅 你们中那些觉醒了并且保持觉知的人 对那些被认为是来自地外的能量更加开放 当你们向我们和我们的能量敞开自己时 你们就会得到一个更加完整和全面版本的自己 从而在你们的生活经历中游刃有余 在这个时期你们应该整合自己的不同面向 这样你们就能了解到自己是银河存有 宇宙存有 以及最终了解到你们是源头能量存有 你们正在幼儿学部班 循序渐进地去认知你们自己就是源头 当你们意识到自己是星际种子 并且你们在银河系的其他地方 其他世界有过多次化身时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感到兴奋不已 目前你们对这一事实的兴奋度可能超过了 对你们是源头的一个面向这一事实的兴奋度 这没关系 只要对你们有用就行 你们正在取得进展 通过认识你们的银河自我这下一步飞跃 你们越来越接近 完全了解自己是谁 有些人更容易接受自己是卯秀星星际种子 胜过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它们是以地球上的肉身来表达的宇宙整体 当然 你们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包含了很多阶段的旅程 这样你们就可以体验沿途的所有不同阶段 你们希望体验自己是所有那些不同的存有 因为这笔直接跳到 你们就是一切的这一真相更有趣 更好玩 你们会发现 这趟觉醒之旅将带你们走进许多有趣的兔子洞 如果你们能正确地驾驭这些兔子洞 你们就会享受自己迈出的每一步 记住 不要限制自己 不要认为自己只是卯秀星人 只是大脚星人 或者只是仙女座星系人 相反 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在许多时间和许多维度中 化身到许多地方的存有 随着你们在扬生的进化之旅中不断前进 你们会发现更多这样的声势和他们的细节 当你们成为更高的自我时 你们就成为了你们的多维自我 你们更了解自己是一种集体意识 而不是一个个体 这也让你们更接近于了解自己就是源头 当你们接收我们的能量 并融入更多仙女座星系的元素时 我们心生欢喜 因为我们喜欢看着你们成长 而不是因为我们对你们认同自己的仙女座星系渊源 有任何执念 我们知道你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各个面向 我们也知道和你们一起参与这段旅程极大的满足了我们 也实现了我们存在的目的 我们也期待着见证你们发掘出更多仙女座星系的基因 我们将在每一次传输中以及在你们于星体层和我们共度的时光里 帮助你们做到这一点 在这个时期于地球上生而为人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很乐意为你们大家服务 感谢观看